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叫有事就松人 有着素就第一时间去 罗冠冲就是一个人版啦 是这样的 着速去了英国超过大半年的 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冲 9年12月的时候 懒委屈地说要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但还声称自己永远不会放弃香港人的身份 但经过4个月后 原来罗冠冲已经极速 获得英国内政部批出难民庇护 赶到满命压力 罗冠冲当然是把握机会 立刻在社交网站上出帖啦 什么好帅啊 哇哇哇 真是难听过粗口啦 罗冠冲说在香港都做过立法会议员 有那么多知名度 有特别待遇都不出奇 难为一班当初被你们煽动上街 勇武抗争而着草的香港手足 媒体关注 没有 政治光滑 又没有 连申请庇护都要过五关斩六仗 有排等咯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看这个臭小子 知你没有意气 啦啦啦 罗冠冲不知是裸警还是震兴 他还说透过他的个案 希望英国内政部相关部门 可以被手足着情权 到底罗冠冲是不是忘记 自己现在是难民 不是做官咯 凡什么觉得英国会听你知的 说到自己好威威的 说到尾罗冠冲都只是一个威追潜逃 是煽动分裂国家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安法统析犯 你这样走去 成细背着官司在身 睡不安 吃不下 不见得光 我已经是做一只抬不起头的龟 拜拜